各位同學歡迎大家收看學友社2024年的模擬考試的中文科卷一閱讀理解的分析 我是洪偉權老師 今次這段短片就想說回今年這個模擬考試的學生比較常犯的問題 以及我們如何去對應去了解一些考試技巧 大家可以準備我們的閱讀理解的考材和我們的試題等題簿以及我們的答案 很多台女都會關心究竟什麼的分數叫做理想的分數呢? 說少少今年我們統計數字 今年我們有68分就是我們的五星星的分數 而我們得出的人數比率只有1.1%能夠做到這個分數 其實最主要想給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給大家知道 就是指這份試的難度 以及可以應考得到這個百分比 希望說少少這個資訊給大家知道 好了,61分 我們就大約是五星的分數 分數真的要看不同年份 我們看看多少人做到這個百分比就可以了 當時大概是4.2% 好了,我想我給大家了解一下五級的分數 讓我五十七分 那你會見到,都要有個少許差距的 有5.9%的同學可以做到 那你可以理解了,今次這份試卷 只有10%以上的人 是能夠得到五十七分的 那大家都可以,不妨可以以這個分數來做一個自己的評估 那當然,你說在下面少少的分數 就四十幾分那樣的了 那真的要留意,如果你說只有四十分留下的那些 就真的要留意了 好,不過也不要緊的 現在還有時間這段短片幫大家 搞一些中文的觀念 好了,我們一起打開這份試卷 首先,指定篇章其實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一般來說大家要小心 例如先說一些 這些字詞翻譯,大家有意識地溫翻翻翻譯的書本 雖然他十二篇文章隨機出的 但我想你溫這部分,其實也可以幫你文言文 在我們溫習建議上也建議大家多些溫翻字典篇章的文言文致詞 比較多的同學錯,其實第二題 就是青玉碗,原籍裡面的屬於什麼的體財 那同學本身沒有數字數 那他就剛剛是中調來的 好了,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五十九九十這個要決 所以你就很容易記到小令是五十八以下 萬辭是九十一或以上 那你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很容易去背重 不過因為指定篇章,你有心去背都很簡單 好了,接著有些摘六該句字 這些比較簡單,學生問題也不是很大的 其實整體指定篇章,學生問題也不大 所以我們簡單去飛一飛,基本上大家都會回答 好,我覺得指定篇章今年我們都出得不太心 那大家都有句話,有意思是溫 當然要提醒,我們溫戰篇章不只是溫如文 我們也要溫就是一些問答題 甚至要了解不同文章的核心思想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重點想跟你說一下 今天我們的閱報 閱讀倫理考材 好了,我們今次出了三篇文章 頭兩篇文章就是白話文 哪幾條題目都會發覺學生坐得比較多 值得跟大家說說 比如第一個分段 其實如果我們有給大家一些不同的選項 已經算是非常簡單 學生只要細心留意,就已經很容易分到 講個小小方法 你會看到第一段、第一段、一、二段、一、二段 其實第一件事最要確定到這件事已經很簡單 OK 我們可以看看 他一開始就介紹到有一個這樣的石頭 別人說那是望夫石 都說明別人說那是望夫石 OK 就是說第二段已經在準確解釋第一段 如果是這樣的,都毫無疑問 一定不會是A和B 只剩下C和D的考慮 其實再做三至四和三至五 已經可以準確判斷了 好嗎 譬如可以簡單地看一看 你會看到三至五 如此天長地久嚴望 真是一種永恆的等待 你會看到,這裡就好像 跟上面 你會覺得,阿Sir,我覺得好像 好像三至五,很多台是這樣的 其實你再看清楚一點 如此,這個其實是道德暗示 那是 其實也是 你最重要是看清楚一點 譬如你看到那對 那是過去男子套用的模型枷鎖 很明顯地這句句子 正在配合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三至四 才是一個正確的概念 所以這條題目的答案就是C 雖然你覺得好像也很難 但其實你看到後面 十至十二這個 你去到最後的段落 其實會更簡單 OK 例如他說 後面 其實他說過進千帆街不市 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目前 日前 偶然在等公車 那我的同學又是一個問題 一叫做日前 就立刻分斷了 其實他說過進千帆街不市 已經不存在了 日前 你可以視之為一個舉例 所以用這個角度來說 應該是十至十二 這也是會看到這份詩卷 有一些陷阱在 就是學生容易因為一個時間字 立刻分斷 這些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這題雖然不給了答案 大家去選擇 但也發覺錯得比較厲害 好 然後我想說一下第十一 這題比較特別一點 他就問 我們寫 望夫石傳說 分析這一段的兩個用意 首先這題是很創新的題目 因為公開考試沒有刻意考傳說 然後再問你寫這段的用意 所以比較特別有意思的一條題目 首先我們說一下怎樣做 做這種題目 我們要做任何閱讀理解 大家都要知道一個步驟 首先我們拆解一個題目 然後鎖定原文位置 好了 原文位置適用的 就要放下去 不適用的 我們就要理性判斷 你就這樣看到 在寫這段用意是什麼 顯然是要理性判斷的 你也猜到不是靠抄的 但問題是什麼叫容易呢 我們又如何考慮呢 一般如果你看到他問你 段落有什麼容易 我們就會看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內容上的容易 第二個可能有你結構上的安排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內容和結構兩方面來考量 好了 好了 望夫石會開始解釋有什麼用意 如果大家看原文或者大家記得原文說什麼 他開始解釋原來那個望夫石是年輕的漁人妻子 等候丈夫歸來 日夜岸邊守候而幻化 很明顯地這段有什麼容易呢 在內容上就補充了 這個是望夫石 也補充了望夫石的背景 內容 讀者就容易理解了 是不是 另外你可以再想想結構層面 這段介紹的望夫石 就有利下文討論 原來女子 原來是一種心情的形象 等候丈夫的形象 原來自古已經有了 所以可以看看標準答案 我們的答案就是 容易方面 可以選我們四個答案選兩個 我選最明顯的兩個給大家 第一個可以補充望夫石的背景和內容 讀者容易理解 或者點名問題 第二個我比較喜歡後面這個 就是用傳說引入 就可以跟後文望夫石 象徵著悲慘命運 或者跟後文講象徵女子悲慘命運 這個會比較容易回答 當然你回答了其他我們都可以接受 但比較好的答案我會選這兩個 因為比較合理和客觀一點 OK好嗎 好 也不算很複雜 好 點名三色的慢慢細心看 就沒問題了 接著我們就回題目的難度 出了很多簡單的MC 但你看到分數 然後加上指點編章都是67分 不勝勝 只有1%人能做到 所以看到這份事卷都偏向難 而MC如果同學有錯的話 就會影響到你的總成績 好 第十五題比較特別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十段 所以說人類社會即是不斷地進步著 當進步指的是什麼呢 是用兩字詞作答 首先 又要這樣說 雖然題目不是很深 都未到淺到這樣 題目問 進步的是什麼 那我同學在想 人類社會真的不斷地進步 那就是社會 那又沒有那麼簡單 大家要留意 不會整個人問你 人類社會真的不斷地進步 到底進步指什麼 那不是社會的 當人們說 sir這樣不給嗎 很少這樣去問 所以你要細心考慮 其實社會裏面的什麼進步 而這題我正想看完第十六題 大家做卷 如果可以一眼觀測 看到後面有成相題的話 其實絕對只有兩題一起看 因為你答完這個 會直接影響下題 就是說下題反而會有些提醒 原來內容推敲 再舉愚民作證 即是說漁民一定收藏這個進步的內容 如果是這樣 我們一起看看我們的漁民自據 你就會發現原來我也挺容易找到的 第十段 我們看看 你看看 透過泛黃的卷諜 和很多虛道的女子相逢 內心不能有幾分的探飾 一個人要超越時代 獨立 獨行 並非容易 但軟式的是 我們多少冰雪聰明 溫柔 楊順的女子 原來就在等待 往順了青春 如此看來 人類社會真的不斷地進步 在今天濃厚的自由空氣裏面 至少這種過盡千凡 皆不事 等待 是已經不會再存在了 好了 那麼很明顯地 人類社會不斷進步 自由空氣裏面 好了 那麼自由 自由不斷地進步 有點怪 對不對 好了 就是說 今天的人 不會再是這樣等待了 應該是什麼進步 思想上面的進步 是不是 好了 原來我們今天為什麼不等待 我們思想上面的進步 好了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選擇的答案就是 思想的進步 觀念的進步 想法的進步 思維上的進步 比較好的答案就是 思想上面的進步 比較簡單容易答到 OK 好了 而這一題很重要的 因為 你一答對這一題 直接影響了我們後面 性相題 他叫你解釋 為什麼思想上面的進步 那麼這個時候要跟回 剛才第十段的重點字句 特別 這幾句我一定會抄的 OK 今天的自由空氣裏面 原來過盡千凡皆不事 影不存在 各位同學 叫得做 思想進步 那麼你也要找回 以前是怎樣 就是說 原來透過泛黃的捲碟裏面 你看到原來很多人 都是要在 狹窄的角落上 有不合理的等待 OK 就是說原來以前 我們就要在這裡等 等到自己斷送青春 好了 而這些泛黃捲碟 已經告訴大家 是經常有的了 但到今天 已經不復存在了 那麼可以看到 就是思想上面的進步 或是觀念上面的進步 OK 好了 明白了 這個時候 你就要歸納回 原來思想上面的進步 然後再抄回 剛才的例子 我們了解一下 怎樣抄寫的答案 過去 男子為中心的社會觀念 原來都在女子身上 你要斷送青春 你看看這些字 是不是很像樣 好了 斷送青春 中期一生 是不是 好了 而泛黃的捲碟 暗示了由來已久 這個思想 是不是 看到這些字眼 都是原文那裡抄寫 所以很多人灌輸大家 就說 《月道理解的答案》 我沒得抄 其實說法不是這麼精準的 我們是有東西抄的 但是我們要看原文適用的 作為例子輔助 就不是一尾抄 或是一尾座 兩個做法都不正確 我們最重要的是 恰當的就抄 OK 不恰當的 抄不了 理性跟原文去推考 這個才是真正做《月道理解的正確態度》 而今天思想觀念 不會再拘束於過盡千凡 皆不適的速播 這樣自主自由 真是不容易 可以看到 過盡千凡皆不適 今天已經不復存在 OK 可以看到 在思想上 有進步 好 這就是十六 這條題目 OK 好 都明白了 對不對 好 最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到 如何為之 用原文為例 用得原文為例 謹記 一定有些東西可以抄 當然 如果這條題目 你回答不到思想上的進步 下面的內容 基本上都錯了多少 但當然我又回到這樣說 好了 如果你能夠根據這一段 你去找個例子 其實你足夠的資訊推考度 是思想進步的 好嗎 好了 第十七題 也是一題 挺有趣的題目 他就問 寫一個女子是抱怨 為什麼別的車來幾輛 我們這一輛都沒有 他寫這個用意是什麼呢 也要叫大家結合本文主旨來說明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提示 他寫這番用意是做什麼呢 在內容上 我們都明白 旅程正在抱怨 好了 即是說 旅程很敏鎮 為什麼一輛車這麼久還沒來 現在結合主旨 這文章的主旨想說什麼呢 寫文章是想借望夫石 一個女子堅貞的觀念 帶出今天的社會已經不是這樣 他主要是想批評社會的觀念 如果大家明白這件事就會知道 原來社會現在改變了 你看看女子原來是抱怨的 接著想想 他借這件事想帶出什麼呢 剛才我講過主旨是想說女子那種忠貞觀的改變 即是說 思想以前是這樣的 今天是這樣的 你想想 今天女子原來等車子 是會這樣抱怨的時候 是不是立刻想到以前不會這樣呢 以前 一個女子望夫石 等老公 這麼久都不會犯犯 但是今天呢 可能有個女子說 哇 等車子 等半天都沒來 就已經犯犯了 是不是更加帶出今天的女子 是會勇敢表達 或者不再等待沒有結果的事 你知道大概想到這樣 你的答案已經很精準了 好的 他的答案就是 透過話語 是可以顯示 今天的女性 其實他會勇於表達 敢於爭取的 的價值觀 文章的主旨 我們回答這題目 他都叫你結合主旨 那你就想想 文章的主旨主要想說什麼 OK 文章的主旨主要想說 原來現今 我們的女性價值觀 原來社會觀念 比以往已經是有所不同 這個相關概念 好 我們拿了一個相關概念 好了 延伸 接著我們也會帶出 女性今日的價值觀 社會風氣 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可以看到他們逆來循壽 勇於表達 所以 估今有所不同 這個相關概念 OK 好 希望這方面 大家都可以準確 掌握到這個相應概念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這就是我們的第十七題 好 沒問題 我們繼續看多幾題 特色的題目 每一年 近幾年都看到很喜歡 修辭手法 我想真的要找得比較要小心 仔細 好嗎 都是一些簡單的題目 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一些分數 好 比較難的一條題目 就是第十九題 這題是複雜的 作者認為 古代女性在不合理的等待中 等白了頭髮送走青春 浪費了人生 但後面又說 溫柔敦考 逆來純實 未得 現在漸漸 吞釋了 他想問一下這句貌似矛盾 但其實反映在真正不滿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出這題目的時候 都特地明顯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想說他真正不滿的是什麼 表面上批評女性 好像沒那麼見證 所以我們用真正反對這個字 就在提醒同學仔 這是表象 真正當然不是想批評女性 真正是想說什麼 是想說當時社會價值觀的影響 大家試想想 當時古代社會價值觀 叫女性要見證 女性就會見證 同一道理 原來今天社會上 咦 好像大家可以勇敢表達 其實何尚不是社會造成 對不對 就是說 其實由始至終 不是女性的改變 反而是社會 使女性的觀念改變 就是說 整個文章在罵的 其實是社會 明白嗎 當大家明白他是在罵社會觀念 或傳統觀念的時候 大家就把這件事放進去 但由於這題目本身的偏向比較深 而且你寫的答案很難說跟市場一樣 所以一般來說這題目都一定會比較低分 我們目標其實兩分 以上已經很理想了 好 輕輕看看我們寫成怎樣 你明白了投資的觀念 你就會容易寫到以下內容 現今女性雖然比古代女子幸運 但其實各個基本有所失 所以想表達的東西其實是沒有矛盾的 她真正不滿的是人類社會的價值規限 即思想的規限 往式女性在社會壓力之下 只是密密苦難 不能自主 但今天女子追求自由戀愛 看似大膽不再溫柔敦口 但其實她都是受著風氣的影響 是不是 所以留意一下 不能自主 所以作者才有溫柔 也有意外順受 覺得好像矛盾的感嘆 OK 簡單而言就是 其實今天女子兩個解法 今天女子 她為何會有這些自由思想 一旦社會開始不再束縛 所以女子可以自由選擇 但同樣地你都可以理解 這個思想都是社會給女子 所以其實她感嘆什麼 覺得好像今天女性沒有那麼有人性的美德 但其實不是 只是社會有沒有限制你 當社會沒有限制你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就沒有大問題了 好 概念就是這樣 好嗎 這條題目最重要大家看得懂 是想講傳統觀念 如果你看歪了的話 以為死文章是想批評女性 其實不是的 這個最重要 如果大家看得懂 他想是批評社會價值觀 整篇文章一通 就可以做到這條題目了 所以第一份想簡單做個總結 希望可以提出一個觀點給大家 就是我們做閱讀的理解 其實首先 看明白文章 是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看不明白 很多答案都是靠所謂的技巧 根本上 真的空中漏過 根本上不會做到 也不會精準的 而很多比較公佳的題目 也不會填寫得精準的 這個大家就要注意 還有小心 好嗎 OK 好了 第一篇有這麼多 反而想第二篇 很快地講一些特色題目 OK 第二篇是講臭豆腐 OK 其中比較特別一點 可以講二十二、二十三題 聯想手法 他會問你 原來兩段文字要合理運用聯想 所需要的條件 雖然有人可能會想 A洪sir一向都知道 聯想要兩者相似 但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找回答案 來做 聯想的條件 第一 我們是要兩者相似來引起聯想 因為原文裡面是臭豆腐和榴槤 所以關鍵在於例證方面 原來臭豆腐和榴槤 我們說兩者都會發出厭惡氣味 另外也有極端評價 亦可以看到 喜歡的不喜歡的也可能為恐不及 可以看到他用榴槤和臭豆腐 有恰當的聯想 好 最重要是要講這些題 這段短片我們差不多 因為文言文 都是要看明文字為主 第一篇寫忘複石 第二篇寫臭豆腐老人 兩個都有我們的沉默形象 這就示說明沉默在兩篇文章所營造的主題上有什麼作用 我們逢是玩兩篇文章也會有一個比較題 這次就找兩篇沉默形象 對文章營造主題有什麼作用 首先又是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搞清楚文章想營造一個什麼主題 譬如第一篇講忘複石 兩個方向 要麼是想批評當代社會觀 要麼是想突出女性忠貞觀念 當你大概想到原來文章是想說這件事 要麼是說女性價值觀轉變 要麼是想說忠貞形象 你想想看 忘複石沉默有什麼用呢 如果馬上想 忘複石沉默主要是想帶出了 女子話觀忠貞 是會完完全全不出聲守候 可以深化到古代女子的形象 先想想深化古代女子的形象可以帶出什麼 好自然可以帶出原來現在的女性有不同 即是說沉默的一個望複石女子的形象可以做到一個對比 對比出古今女子價值觀的不同 明白嗎? 好 好所以先看女子 望複石專注這個形象可以帶出古代女子的忠貞 特別是古代女子的忠貞 好 而這個古代女子的忠貞自然和今天女性有分別 所以就可以帶出原來女性價值觀有變化的主題 當然再次強調和社會沒有衝突 今天女性價值觀轉變了誰造成的? 是社會傳統思想的嘛 所以就是這樣的 好了 剛才第二篇沒有刻意慢慢讀給各位同學們知道 大家也知道它很經典的 就是說你不吃臭豆腐 你又怎知道豆腐臭呢? 整個老人家就是不斷買臭豆腐 但是他就沒有跟你辯解臭豆腐 臭啊 好不好吃 只是沉默地工作 而通常他問到文章主題 教大家一個小小的方法 你們可以重點看看文章最尾的段落 因為一般文章最尾都會說回文章的思想 你不吃臭豆腐 你怎知道豆腐臭啊 這種這麼溫和無疑的答辯 或者就是老人家的哲學 就是說他其實不須多言 那文章就是想說老人家也不需要跟你辯駁 那文章主題是想說什麼呢? 就是想說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根本上不需要辯駁 你可以自己試 人很多時候是受主觀的影響 為什麼不直接試 為什麼會聽別人說呢? 老人家的沉默的形象就是在做這件事 這個比較難回答 老人沉默的工作形象 就是帶出我們不必為世事爭辯的文章主題 越是形容老人家滄桑 艱辛 不爭辯 正正想帶出我們人們很多時候 主觀 去爭執 其實錯過了人生的美好體驗 所以這文章就是想帶出這個核心道理 好了 這就是白話文的編章 難度方面我自己不覺得特別高 但是呢 始終可能 去看漁文的時候 都是消化沒那麼理想 好了 文言文呢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最重要大家 最重要解得明白 其實很多答案都是在漁文那裏 可以看到 我們看看 試卷的 sample 現象 很有趣的 都是那個問題 看得明白的 這些題目 全部都不是什麼技巧 很簡單 看不明白的時候 全部答案抄的位置都會抄錯 就是想簡單提醒一句說話 做文言文大家可能很徬徨 但是我想最關鍵的 都是大家 有意識地把十二篇至二篇篇 的字詞 好地溫屬它 連帶都會幫到大家 這些題目 可以頭兩條題目 問你這些字詞 為什麼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點點 就是指定篇章出現過的這些字眼 也都可以令到大家 如果你溫過的 其實都會對你們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好嗎 好 好 也真的不是很深 最後一題 他說人們為何不下棋 這就有一點大家看得明白 整個故事說什麼 整個故事就說兩個人去下棋 下棋的時候 面紅已熱 但是完了之後又會很舒適 然後大家對悟了 下棋反而影響人生 甚至引起了你真性心 反而你不下棋的話 你就不需要引起真性心了 所以到最後 其實這文章想說養生之道 你什麼都要排除真性心 你才可以安然色懷做到養生 如果帶出了 其實下棋勝負也沒有什麼意義 因而就不再下棋了 好嗎 好 希望這裏可以幫助到大家 大家也要記住一個說法 現在最後時間還有時間可以進步 千萬不要因為一個Mod Exam 斷定了你什麼成績 在我自己過往教學經驗上 很多同學可能考完Mod Exam 拿4的 但是放上榜出來可以拿到5星的 有人就會想 那是不是真的無意考試不準確呢 其實不是 而是你這兩個月是可以改變的 如果大家能夠吸收到一些概念 然後再加以改變 這兩個月一定可以進步 甚至乎可以有很多 好了 我是洪偉權老師 歡迎大家任何問題 都可以去找我 好了 讓我為你去解答 最後這兩個月的希望和你加把勁衝刺 好了 辛苦了各位同學 收看我們的卷一提解系列 各位拜拜 謝謝 謝謝 老師 都要我 關心 你 bonuses 來 小心 開魔 akt 操心 很 你有 過